好大家午安 时间到了 我们听说这一场是没有会议主持人的 所以我们就直接开场 那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在线上有这样一个时间 分享这个题目就是 好废的科学 海洋塑胶废弃物对海洋生物的影响 那这个题目其实在这几年其实都很热门 大家可能也都有陆续听到一些东西 那我们今天就很轻松的来跟大家分享 它的相关的背景的一些资料 还有我们海生馆在这方面有做了哪一些研究 以及未来我们可能可以怎么做 在这个议题上面 好首先我们来看就是海洋废弃物是什么的 海洋废弃物根据联合国它的定义 它是任何遭人为处置丢弃 或者是仪器进入海洋或海洋环境当中的 这些持久性人造或加工的固体 所以你不要说什么珊瑚礁岩算不算 那不是啊 那是要从我们人类人造的所谓的anthropogenic 人造或加工的这些固体 而且是solid 所以溶在海水里面的重金属 它不算海洋废弃物 或者是什么农药啊 其他那些化学物质不算 就是主要指的是固体solid waste 那这些东西有哪些 其实我们常常会想说 海洋废弃物是什么的塑胶 其实老实说塑胶是只有其中一种 任何你人造的这些固体的废弃物 只要在海洋环境当中 它就是海洋废弃物 所以在这边看到一些例子 比方说除了塑胶之外 有什么我们可能在废弃物当中很常见的 像这个secret butt 烟屁股就是烟蒂 它就是它另外什么玻璃瓶啊 袜子啊 这些是棉袜 T恤 纸箱 这个还有另外像尿布 跑特瓶 这是大家最常见的 还有那个铝铁罐 这些其实都很多都不是塑胶 但是它一样都是海洋废弃物 那这些海洋废弃物在环境当中 它们持续的时间是不一样长的 塑胶我们大家都知道很久 像这个鱼线 像鱼网也是一样 这超过600年 塑胶瓶 Plexic bottles 450年 然后纸箱子掉在海水里面 大概一个月左右 那如果是铝罐200年 它不是塑胶 但它也可以撑很久 习罐 这个Tincan是50年 那如果是保特 Base 50年 那另外塑胶袋 那一般我们常说10到20年 那这等一下我们会讲 这个10到20年应该只是说 它碎裂成比较小的这些颗粒 不代表它消失 它要消失是很难的 今天如果假设你看再看这个 你今天掉了一件棉T恤到海里面去 它大概就是 哇字太小我看不到 几个月 大概那个三到五个月 它也会分解等等 像这个样子 那这么多我们刚才讲到说 海洋废弃物有这么多种类 包括像玻璃啊 纸啊 纸啊 老实说这些都算 那最受到大家瞩目的 而且数量最大的还是这个塑胶 所以我们一般讲到海费 大概通常很直接的就会想到 就是主要都是在讲塑胶海费 这个是大家目前的情况 那塑胶海费 这些海洋废弃物是怎么来的呢 这些海洋的塑胶是怎么来的 当然就是我们人类产生的 那根据资料显示 全世界大概一年所生产的固体 废弃物大概是21亿公顿 那其中有2.7亿公顿是塑胶 那这些塑胶里废弃物 就是它最后变成废弃物的 每年有大约800万公顿 会进入到海洋当中 这个已经是十几年前的数据 大概2010年的数据 现在等一下会跟大家讲到 会有更新的数据 这个800万顿只是 大家很常听到的一个数据 那其实不同的估计的方式 有很多不同的结果 那另外也估计说 有大约200万公顿 是从海上的这些船舶 丢弃的塑胶废弃物 那另外每年有大约64万公顿的 废弃的渔网在海洋里面 这个也是很可怕的数字 这些就是会造成残绕的问题 那另外每年在全世界的沿岸 就是Costal Area 这些沿岸地区 也会产生大约1亿公顿的塑胶垃圾 塑胶废弃物 它不一定会进入到海洋当中 但是就可以让大家知道说 你看我们全人全人类一年产生2.71公顿的塑胶废弃物 有大约一将超过三分之一是在沿岸地区 世界的各个沿岸地区 所谓的Costal Area 这也合理 因为世界的沿岸地区 常常就是人类活动很密集的地方 那比较新的估计是说 比较新的研究 在2020年的paper 有估计全球大约有190万到2300万公顿的塑胶废弃物 进入到水域环境 这个当然主体是海洋 但是这边所谓的Aquatic Environment 它不只是海洋而已 它另外还包括像河流 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水域的环境 而且它其实是海洋污染的重要的来源 所以它这边讲到的是全世界的水域环境 当然也包括湖泊 那亏孤如果到2030年的时候 它甚至最高 如果我们大家不做任何的管制的措施 就是让我们现在的生活还是如常 这样子过下去的话 到了2030年 也不过就是8年之后 是全世界这个量 是可以到达5300万公顿的塑胶废弃物 进入到水域环境 所以这其实是很可怕 very significant 的一个状况 另外除了我们常用这些塑胶 这两年从2019年所谓的COVID-19 新冠肺炎的疫情爆发 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结束 口罩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它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塑胶废弃物的来源 那这个口罩它有用的量多大 全世界一天是用到上亿个的口罩 一天一天上亿个 所以这其实是很可怕的事情 那现在时间已经延续到了现在2022年 而且我还没有看到镜头 等一下不是等一下 现在指挥中心 他们应该就在开记者会 我们每天大家都在看数据是多少 确诊数据是多少 光台湾去年不是去年 昨天就有两万多个 那虽然是慢慢在下降 但是疫情还是持续在进行当中 所以全世界大家口罩的需求量 还是用了很多 那这些东西它除了被焚烧之外 它是完全没有办法被回收 那有很多因为不当的气质 它就会到环境当中 现在海里面已经越来越多 看到这些废弃的口罩 那疫情除了造成口罩的使用量大增 它其实就是一个塑胶垃圾 它主要的刚刚没有讲 补充一下 我们所用的医疗用口罩 它主要的材质就是PP 锯饼锡 所以它其实就是个塑胶 然后它的耳挂的部分是PET锯脂 就是宝特瓶的抽杀的那样子的一个材料 那在疫情当中 我们大家还会什么 因为生活不方便 所以我们会叫外卖 所以那这些外卖 其实它需要大量的包装 从它的餐盒到配菜的盒子 到酱料的盒子 酱料包等等 还有筷子 筷子外面包装 通通都是一次性的塑胶 所以大家在使用这些外卖 不管是什么 粉红色或绿色的 whatever 就是你只要叫外送 它很方便没有错 但它是会造成大量的这些 一次性塑胶废弃物 然后在疫情的期间 全世界都一样 不只是台湾 这些外送垃圾是成倍数成长的 所以这也是一个在疫情之下 它一个很棘手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在讲到海费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根据 我们的资料是根据什么 根据在海滩上面 浸滩得到的结果 整理到的数据 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数据说 最常见的塑胶废弃物是什么 所谓的海费是什么 十大排行 或是什么 常常就是这些像宝豆瓶 吸管 烟蒂 塑胶带 瓶盖等等 这个是大家都非常常见的 但是你一旦到了海面上的时候 其实你 一般人就不太容易看得到 其实海面上的塑胶垃圾 它的组成跟我们在海滩上面看到差不多 因为它会被风浪潮汐带到岸上 所以组成差不多 但是有很大很大一部分是在海底的是我们没有看到 所以这边大家给看到的资料是海宝署所发出的计划 由工研院跟一些民间单位 他们所调查的结果 其实在海底有很多很多的塑胶垃圾在那个地方 那是我们眼睛看不到像鱼锯网锯这一类的东西 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但是我们一般人在海面上是不太容易看到 在岸边也不太容易看到 那在这个也是他们的数据 就是说他们在清海底垃圾做调查 以及清理的时候 总共清回来的41吨的海底废 所谓的海底废弃物里面只有12%是其他的 就是非塑胶垃圾 其中88%都是大型的鱼锯跟网锯 还不只是塑胶而已 而是大型的鱼锯跟网锯 所以这个是我们一般人认为 不太能够知道 这个部分其实就不是我们一般人说 你出门吃东西 带自己的餐具跟带免洗杯可以解决的 你不会说我不要 为了要减少大型的鱼锯 请大家都用自己的网锯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 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比较难是一般人能够去处理的部分 但它不是不存在 它就存在在我们的海底 而且是全世界都有一样的问题 那这个少数就是有一些网锯 是会被冲上岸的 你就可以看得到这个网锯 它其实是一个问题 这只是冰山的一角 那在这个是我们以前在野外看 就在寒川半岛东岸这个地方 看到一个已经是成年的 而且纠缠了非常非常多 各式各样不同的废弃网锯 所形成一个巨大的一个混合物 被冲到岸上来 那除了这些渔据之外 其实我们一般人最有印象 最常见的还是这一类的 就是各式各样的塑胶垃圾 如果你去到海滩 这个是比较夸张的景象 就是你看到的是满根满谷 完全没有镜头的塑胶垃圾 你任何生活当中 你想象到我们人类文明当中 会出现的东西 都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那刚才那些是比较大型的垃圾 如果你蹲到海边的沙滩 特别是像高潮线 就是电影电视剧里面 男女主角在沙滩上面追逐的地方 高潮线会有一条线 理论上那条线应该是水痕 跟贝壳沙形成的一个一条线 但现在你到海边去看 大概都是这些塑胶垃圾 形成的一个界限 如果蹲下去仔细的看 会看到很多很多 这些细细小小的这些塑胶废弃物 那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人常说的塑胶维力 塑胶维力 但是比较精准的说法是微塑胶 为什么叫微塑胶 大家看这个英文 所谓的微塑胶的英文叫做microplastic 里面没有任何的颗粒这个字的意思存在 为什么因为其实颗粒它只是众多 微塑胶的形态的一种 好我们先讲什么是微塑胶 微塑胶的定义最早是从 美国的海洋及大气总署 他们的定义 但他们定义是这些塑胶废弃物 只要是小于 它的size是小于5mm 以下的就叫做微塑胶 microplastic 这些微塑胶它主要分成两种 主要分成两类 一个叫做初级微塑胶 一个叫做次级微塑胶 所谓的初级微塑胶 primary microplastic 的意思是它在生产的时候 我们人类在生产的时候 它就是这个size 像柔猪 大家很清楚柔猪的东西 但现在已经你在台湾买回到了 我们的政策其实跑得蛮前面 我已经在几年前把它给禁用 禁止生产禁止输入 并且禁止贩卖 那次级微塑胶的意思是 它是从比较大的这些塑胶制品 或者是废弃物碎裂而产生的 塑胶的不管是颗粒碎片 或者是纤维等等都算 所以其实环境当中 我们比较大家能够比较常看到的 反而是这种所谓的 secondary microplastic 次级微塑胶 微塑胶它其实有很多很多种的形态 像碎片纤维泡棉颗粒 再来就是柔猪这些都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microplastic我们讲塑胶微粒 它其实是不太精准的一种说法 因为它还有很多的形态 而且它在环境当中 最多比例的最常见的其实是纤维 所以你不会说纤维是颗粒 所以当你讲塑胶微粒的时候 它是一件不是很精准的说法 所以就讲微塑胶就好了 microplastic 那在环境当中最常见 最多的其实就是这个纤维 那我们比较关心的是 这些海洋废弃物 海洋废弃物 海废在海洋当中 它会对海洋生物 或者是海洋生态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边美国的NOAA 就是刚才提到的 美国大气体 美国海洋及大气种组 他们整理出来 主要是这四个面向 第一个是摄入 吃进去 吃进去 它可能会影响它的消化 甚至会死亡 另外还有缠绕跟幽灵网具 所谓Tangleman and Ghost Fishing 这个缠绕它通常是线神类的 或者是废弃鱼网这些东西 当然塑胶袋 或者是我们一般的 可能很多的包装的用具 它只要有洞 有长条性的东西 它有可能会造成材料 那幽灵网具 它主要指的就真的是 废弃的鱼具网具 这些网具在海洋当中 它其实主要的成分 可能是尼龙 可能是其他的塑胶 它其实非常 不容易被分解 那当它在海洋当中的时候 它可以存续个几十年 上百年都有可能 但是它在海里面 它毕竟是个网具 所以它随着洋油的飘 飘送 攜带 它会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断的将海洋生物 产料在上面造成死亡 而且没有人会去收 所以它会一直一直产下去 一直到它 不管是被回收 或者是被冲上陆地为止 这些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另外 这些比较重的网具 它可能在珊瑚礁生态区 或者是在海草床的地方 它会造成棋地的破坏 它会破坏当地的这些棋地的构造 另外这些塑胶的废弃物 上面所长的这些东西 附着这些东西 最小重微生物 大到一些无脊椎动物 像藤壶之类的 那这个 它其实是可能会形成 一个完整的生态权 那这个时候 我们这些塑胶废弃物 它就成为一个 人类提供在野外海水里面的 一个额外的载具 那这些 不管是微生物 或者是植物 藻类 无脊椎动物 它们附着在上面 它就可以 让它能够增加 被洋流 携带到别的地方 成为外来种的 这样的一个途径 所以这个主要是 海洋废弃物 对于太阳生态 以及生物的影响 那我们来看像这一个呢 这个就是缠绕 我们海生馆在 救伤海龟的过程当中 看到的一些例子 像这些可能是已经 在岸上了 已经死掉了 这都是渔网 其实都是渔网缠绕 那像这一支是 还在海里面 它就是被 岸边沿岸的这些刺网 给缠绕住 然后淹死 海龟是会淹死 它们是要靠肺上来呼吸 所以它一旦被缠住的时候 它们是会淹死的 那另外在去年的过年的时候 在台东县的长冰箱 有一支搁浅的蓝金 一支柚金 它搁浅 那搁浅上来之后呢 它非常的销售 那第一时间发现到 它的嘴部这个地方 有缠了一条很长的 一圈的像渔网的蓝神那样的东西 上面都已经长了 长了那个藤壶类的东西 这些附身 所以无脊椎动物 所以代表它已经缠了很久 那这一支蓝金你说 是不是直接因为这个渔网的缠绕 而直接致死的 应该不会 因为它显然不是马上死 但是死因是不是 直接死因 或许不是这条网剧 但是从它销售的程度 以及精子只剩 精子就是它的皮下脂肪的那一层 以及像薄薄一层 也代表说 这一个网绳 残掉了它嘴部的网绳 其实应该严重的影响到 它的禁止已经很久一段时间 所以至少绝对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这个网绳造成了它 很严重的营养不良健康的问题 甚至是造成它间接死亡的原因 那在这个是去年的过年 蓝金 那今年的过年 也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 在福龙海滩大年初一 有一只隔龟搁浅在那个地方 那被发现是被网剧残绕 这个是这张照片 是已经被清理的 还算干净的 这个是隔龟的样子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它身后 就是它原本缠在它身上的 那些废弃的鱼网 它是被热心的民众给 在第一时间赶快解开 那在没有解开之前 长什么样子 长这样 看起来就像是一坨沾满沙子的垃圾 或者是漂流木 但它不是 它是隔龟 你看到它的头跟脚在这边 它原本是被这个鱼网残绕的非常的紧 那它最后是没有被救火 很可惜的是它没有被救火 那在解剖的过程当中 除了当然一开始第一时间发现到它有被网剧残绕之外 还发现它的胃就是胃部里面是有人造亏气污的 所以代表什么 代表它是有吃进去塑胶垃圾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海费对于海洋生物最大的影响的两个 第一个是材料 再来就是摄入 这两种就是最最最严重的问题 那这个也是以前之前几年前一个蛮有名的影片 导人苏外先生他在小琉球那个地方拍到了一只 拉出塑胶便便的海龟 潜水潜水只有看到一只海龟在那个地方 然后它的岗门那个地方有露出一点东西 他过去拉住它 拉住它这一片小塑胶带 结果海龟游走之后 从它的那个岗门拉出一整坨的 长长的缩胶带 也代表它已经吃进去很久了 但这只海龟那天应该蛮幸运的 碰到贵人了 能够帮他拉出来 我说的不是拉肚子的拉 是真的用手拉出来 那这个是海龟他自己用自己的力量办不到的事情 所以他非常幸运 那另外我们也看到这个像信天翁在中土岛 南太平洋的中土岛 北太平洋的中土岛的信天翁 他会吐出这些从海面上捡到的这些塑胶水链 喂他们的小鸟 这个是一个很很很大的问题 这个真的是在喂他的小孩吃junk food 就是垃圾食物 真的是垃圾 完全没有任何的营养价值的垃圾 那这个就会造成当地这些鸟死了之后呢 它的消化道里面 就其他的肉组织都腐败之后 你可以看到它的消化道里面 其实塞满了各式各样这些塑胶垃圾 你会问说他们傻呀 为什么要去吃这些东西 其实不是他们傻 因为他们根本分不出来 他们飞在海面上面 他们看到海上面有这些亮亮的各式各样颜色的东西 他们真的会以为那个是鱼 吃进去之后就吐不出来 除非要喂小孩的时候 所以就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那其实如果从研究上来看 塑胶垃圾在海洋里面 它的确对各式各样的海洋生物都造成各式各样的影响 我们刚刚提到都是比较容易看到 因为那是比较大的垃圾 今天如果是我们用很围观的角度来观察的时候 像到了microplastic 微塑胶甚至nanoplastic 奈米塑胶 就小于一个micrometer的这样的一个等级 以及到奈米级 它其实就是会对各种不同尺度大小的生物造成影响 从细菌到浮游植物到幼鱼 子制鱼 然后一路大到像海龟或者是海豹 甚至鲸豚人类都可能会有影响 所以它是一个很全面的影响 它不同的这些塑胶的大小 它其实影响的尺度是不一样 那另外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摄入跟缠绕之外 另外还有就是它可能会塑胶 因为它是比较轻子性 它有可能会吸附海水里面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让它变成一个比较浓缩的污染物的来源 另外还有就是从生物的角度来看 它也有可能在上面会附着细菌 那如果这个细菌是致病菌的话 它也有可能会变成致病的一个载体跟危险的因子 所以这是额外的风险 那于是我们其实身为人类 我们身为人类我们最有关心的其实是 会不会影响到我们人类对不对 所以我们很常会再讲到这些塑胶污染 包括其他污染都一样 我们都常常会想说 它会不会随着食物链最后到我们身为最高阶消费者 我们不讲掠食者 我们讲说我们是最高阶的消费者 会不会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那个是量最多就累积在我们体内 这是我们其实绝大部分的人类会关心的事情 所以这个就需要研究 这需要研究 那我们实验室 现在这种研究非常的多 大家如果去Google搜寻文献的话 一年全世界跟塑胶海肺 微塑胶MicroPlex所产生的热门 绝对是上前边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是一个非常热门的预题 那我们实验室在2016年的时候 也开始做这些塑胶废弃物的研究 但我们不是敢热门 我们纯粹是当时的学生有兴趣 不然我们以前是没有在接触这个议题 所以我们就开始接触这样的议题之后 我们从我们的恒春半岛周边来出发 并且已经还有海生馆里面的这个研究体材 所以我们分别去完成了这个恒春半岛沙滩的 微型塑胶时空分布以及恒春半岛海域当中附近沿岸的鱼类 它涉入塑胶废弃物的情形的研究 另外我们也就海生馆的馆内我们救援的海龟拍一当中 也就是粪便粪便当中它的海洋废弃物分析 那这三个研究我们做出来的结果 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发现沙滩它是有垃圾 鱼会吃垃圾 然后海龟会拉出垃圾 这是结论 那我们接下来就花一些时间来跟大家介绍 我们到底在这研究当中做了些什么 以及看到些什么 首先第一个就是恒春半岛沙滩的微塑胶时空分布 我们在这个研究里面 我们大概在2017年分成两季 就是我们恒春半岛的十季跟干季 也就是差不多是夏天跟冬天这样子 因为我们既然叫恒春就是没有四季 恒春大概就只有热跟非常热这样子两种差别而已 所以我们主要是以那个会不会下雨 雨季跟干季 那它其实也跟游客的旺季跟淡季去重叠 让我们以恒春半岛的这八个沙滩去采沙滩里面的样本 然后会来分析分析里面的那个塑胶微塑胶的含量 微塑胶的含量 那怎么做我就不细讲 讲起来很简单 但是这非常花时间 非常的花时间 我们也就是花很大的功夫在分析这些data 那我们发现到这边绿色的就是 恒春是八个不同的地点 绿色是六月就是湿季 咖啡色是十一月就是干季的data 那我们看到说整个这高高低低 那它的range最小从每公斤的沙里面 有80个到480个 平均在每公斤的沙样有200个萎缩胶 那这样的data代表什么意义 这个data刚好在2018年的时候 环保署他们也发表了一个 他们对台湾各个地方全面调查 微塑胶的这样的一个data 他们发现沙滩 这是他们的data 他在沙滩甚至包括金门的沙滩 每公斤是26到2400个 所以我们肯定大概落在中间偏下 平均是每公斤200个 不算特别的脏但是有 那这些微塑胶呢 它是以纤维的状况居多 这跟我们大家一般人想象不太一样 大家都讲塑胶微粒碎片颗粒 不是如果你真的在把这些 经过处理过滤后的滤子 在显微镜下面看的时候 将近97%到99% 它其实都是这种纤维的形态 然后颜色主要是白色居多 然后第二高是黑色 第三高是蓝色 那我们去比较恒川半岛的三个地理位置 西岸 南岸 东岸 它有没有显出的差异呢 我们发现没有 我们本来以为人比较多的东岸 人比较多的西岸跟南岸可能会比较多 结果发现没有 所以在这个恒川半岛呢 至少看起来以这样的空空间尺度之下 我们的沙滩彼此之间 它的所含的这些微塑胶的量是没有显出差异的 但是如果你从另外一面向就是人类的活动程度 主要是以游客的活动程度来分的话 我们刚好那八个沙滩可以有四个是那种交通很容易到达 就是主要热门的那些景点 比方像南湾大湾白沙这种就是游客 都忘记的时候游客会很多地方游客很容易去的 那其他就是那种交通不方便 那一般不是风景景点的地方 我们就可以看到有这样的趋势 不管是在6月或者是11月 游客活动多的地区 微塑胶的含量都显著的较多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在恒川半岛这个地方 我们的沙滩的微塑胶的含量 主要还是以游客的活动 它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那所以这个研究也告诉我们 这种沙滩看起来干净的不一定是真的干净 像这个照片都不是什么网络上抓来的 这是我们自己拍的照片 白沙跟南湾 事实上是很漂亮的沙滩也很干净 那这两个沙滩它是有定期在有清洁的海滩 不管是民众 当地的商家或者是政府 他们也是有定期清洁 但是这两个地方 沙子里面那种肉眼看不到微塑胶的数量 确实高于其他地区的 所以当这也反映出来 当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 你做的那种尺度 它其实是会决定你的结果 那第二个研究是我们在做 恒川半岛海域当中 鱼类它涉入塑胶废弃物的情形 那这个研究是我们在2017到2018年的时候 也利用肯管处他们在做沿岸的 钓点的鱼类项调查所 留下来的鱼类标本 然后以及我们在附近的一些 海港所收集到的鱼类标本 我们去看这些鱼他们在沿岸当中 他们会不会吃到塑胶废弃物 那我们总共收集的data 我们总共有珊瑚礁鱼类有100只 然后回游性鱼类有17只 所谓的回游性鱼类就是比较外洋性 开阔水域的像飞鱼啊 轨头刀啊 还有像带鱼 还有这些像土拖这一类的鱼类 那我们这些鱼呢 怎么样去找它的 吃的塑胶废弃物 它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不是说你肚子打开肠打开就哇 它有那个瓶盖啊吸管没这种事啊 没有那么简单 就是我们必须要解剖 把它的消化道整个拿出来 那每一种不同的鱼 消化道有大有小 而且结构都不一样 所以其实还蛮辛苦的 那一个是我们的那位研究生 陈冠如同学 他在做实验的情况 可以看到场面相当的血腥了 那这个拿出来这些消化道之后 你还要经过强解轻氧化钾的消化 消化 digestion 然后再做保护之间水 密度分离 然后在绿子上过滤 最后在显微镜下面分析 这也是要花上数个月的时间做的分析 那这个呢就是在显微镜下面 在绿子上面看到的这些所谓的塑胶废弃物 我们当中在定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们是有想要能够看到一些不需要显微镜 就可以看到的东西 比方说大家常常讲的瓶盖啊吸管啊 好歹有一些塑胶碎片也好 我们都没有看到 完全没有看到 大家看到就是这些 必须要在显微镜下面看到的纤维 跟很小的碎片 那这个鱼沟是在某一只鱼的体内发现 消化道里面发现 那这个我们不会算在 他所谓吃进去的塑胶废弃物里面 因为这个是他看起来 就是他最后一餐吃到的东西 然后他就上路了 所以这个我们不会把它算进去 那我们在这个研究里面 总共117条鱼 它总共涵盖的分类 是有18颗37种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也可以去分析不同的食物链位阶 他们吃进去的情况 我们等一下Data 我会跟大家报告 那这里面总共海肺的发现率 是94.87% 几乎100%的鱼的消化道里面都有塑胶 但是这个塑胶100%都是微塑胶 所以我们没有看到那种比较大型的 都是几乎都是你要在显微镜下面才看得到 而且量老实说不是很高 每一尾平均是5.62正负5.07 这个是standard error标准物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变异很大 平均不高然后变异很大 最多的我们的研究里面117只的冠军 就是下面这一位鬼头刀选手 他的体长大概60公分左右 这么大的鱼 他也就是他的消化道里面总共有32个 大概就是肉眼看不到的纤维而已 所以你说严不严重 盛行率如果我们讲说 prevalence 盛行率来说是蛮严重 几乎百分之百的鱼都有 但是你说严重性那个 severity高不高 我个人是认为不高 他其实就是 平均个位数的这种 而且是很小的纤维 那这个纤 我们看到他主要96%都是纤维 我们看的研究里面 96%都是纤维 然后颜色是以蓝色占比最高 这个是蛮有趣的部分 在鱼的消化道里面吃进去的 主要是以蓝色为主 但是在环境当中 其实是以白色跟透明的为主 所以这当中鱼类的在视觉 有没有扮演一些什么角色 我不晓得 这个其实是可以探讨 我们在我们发表去年发表paper里面 在讨论里面有讨论 但是没有确实的定论 那另外我们在鱼这边 我们也试图去分析不同它的来源 特别是那个珊瑚礁鱼类 没有去看那个回游性 因为回游性鱼类的话 很久没有这么小的一个地方 对它来说是没有差别 这主要是那100条 珊瑚礁鱼类得到的结果 结果发现到西岸跟南岸是大于东岸 这个就很有趣了 因为以恒春半岛而言 主要的河流流向是流向西边 而且主要的居民的聚落 是在西岸 像恒春车城都是在西岸 那南岸虽然没有主要河流 但是游客还有饭店还有商家 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里也可能是污染的来源 那至于恒春半岛东岸呢 河流也少 居民也少 游客也少 所以反映出来就是那个地方 相对鱼类被污染的情况就比较少 那我们原本假设我们的hypothic是鱼越大 它体内的微塑胶 microplastic数量会越多 结果我们去做相关分析 发现并没有这样的结果 所以它并不会随着鱼体变大 它的微塑胶吃的越多 那这反映出来可能是 他们其实并不是故意去吃的是不小心摄入 那刚刚那个推论 进一步在这个data也得到证实 就是它其实也不会随着食物 食物链位阶上升而增加 所以它不会有生物放大效应 它不像像DDT 或者多氯联本那一类的持久性有机物染物 它会有生物放大效应 它没有 所以越高阶的消费者 他的体内的微塑胶的数量并没有比较多 我们人类相信去做应该也是一样 所以它反映出来是我们大家其实很常用膝盖想的这种 随着食物链放大而放大的这样的现象 至少在微塑胶上面好像没有出现 这个不只是我们的研究做出来是结果 国外其他的一些相关的研究 他们也有得到类似的结论 就是这些微塑胶 他们会摄入会吃进去 就像我们你难免都会吃进去 但是它其实不会在雨体里面累积太久 然后它不会在随着食物链有那种到金字塔形的放大 是没有的 所以这个是大概是比较令人稍微宽慰放心的一个部分 那再来就是很有趣的一个研究是海规的研究 我们海生馆救援收容中心里面的这些救援海规 它排遗当中海规的分析 那我们海生馆它是海报署所指定的海洋保育类生物救伤中心 当中我们主要的负责是海规的救伤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有专任的研究人员 专任的兽医 然后还有专任的助理人员来照护这些受收容的海规 我差点要讲受苦受难 这些收容的海规 收容的海规 那我们的海生馆提供给这些海规的住宿的条件是非常优渥的 他们有单独的套房 然后上面有病人的号码 然后他有单独的空间 所以他不会跟其他的个体混在一起 那在他们入住的时候 check-in的时候 我会给他们做一个检查 健康检查 那我们会量他的体重 会量量体重量他的体长 然后并且会抽血去分析他血液当中的状况 抽血就像我们人类去医院里面说 健康检查抽血一样 那大家那个抽血的时候都会觉得不太舒服 也会把眼点跌过去 对不对 我们也会让这个海规眼睛逼逼 但是他不是自己逼 我们会自己把他的头给遮起来 让他安静一点 那我们抽了这个血之后 在这个 分析下面 总共我们可以分析53项血液分析的项目 零零种种代表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不是很清楚 因为我不是受医医疗专业 那我们的受医都讲得出来 每一项到底代表什么意思 就像我们去做健康检查 最后给你一个报表 每一项当然都有他的 他所反映的意义存在 那我们在做这个研究最主要就是 我们希望能够发挥我们海洋中海生馆 在身为海龟活体的收容中心 这样的一个角色跟优势 我们能够对于海龟他 摄入塑胶废弃物 这样的一个 impact 如何去研究 你要去研究海龟有没有吃塑胶垃圾 还有他吃了多少塑胶垃圾 他就有两种approach 一种就是去解剖 搁浅或者是死亡的海龟 直接打开来看他里面有多少塑胶垃圾 这是最直接 但是他那种研究的缺点是 你没有办法去反映出来 这些吃进去的塑胶垃圾 对他的健康的影响是什么 因为他已经死了 你即使他肚子里面有再多的垃圾 你都不能够说他是因为吃垃圾 他有可能是因为生病死掉 他有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甚至有可能是被其他的外伤 物理性的外伤 都有可能 所以你没有办法去评估说 他对他的健康的影响是什么 只有在活体才有可能做到 所以我们在身为只收活的 我们主要是收活的死的 我们除了研究之外 我们不会全部收回来 所以我们就这些活体的海龟 我们去从他的排液 我们只能从他拉出来的这些垃圾 去评估他吃了多少 然后并且进一步去 评估这些他所吃进的垃圾 去跟他的健康的状况 去做相关性的比较 我们这个研究 当然有我们的 limitation 就是有我们的限制 刚刚提到解剖死海龟的研究 你能够完完全全知道 他肚子里面有多少垃圾 反之你只收粪便这个我们的限制就是他如果真有卡在消化道里面拉不出来的 我们没有办法收 而且你去造一双也造不出来 因为塑胶是造不出来的 所以这个研究其实很花人力 我们的学生在研究期间他就在受估中心每天早晚两次去跟海龟问安 一只一只去问安 带着网子去问安 然后如果他有大便或者是拉出来的那些塑胶垃圾 就把它收集起来 而且时间长长四个月 有够孝顺 然后拿回来之后 在水龙头下面用5x5mm的不锈钢筛网去塞大便 然后就可以从大便里面这些有塑胶垃圾就可以分析出来 烘干之后就可以做进检 那我们的整个研究的过程在2017年12月到2019年的11月 总共分析了39只收容的海龟 其中包括绿细龟30只卵细龟3只跟黛妹6只 那其中这39只海龟100%全部都有排出海龟 所以它的那个盛行 这次影响的层面是非常大的 那这一张就是我们在一次一次 某一只海龟某一次的大便里面分塞出来的垃圾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量 如果没有什么感觉的话 这一个不锈钢网盘它的直径是30公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一只海龟一次拉出来的塑胶垃圾量 是可以有这么多的 那如果我们看这些data 这个海费材质 它主要是以塑胶的碎片跟薄膜 就是像破掉塑胶袋那一类 还有线层的数量是最多的 如果是颜色的话 它主要是以白色跟透明的颜色为主 好这个就跟沙滩上面跟海水里面比较像 那另外排出海费的次数呢 跟它吃进去的海费量是成正相关 这也是合理啊 你吃进去的 你总摄入的海费越重 拉出塑胶垃圾的次数 frequency就会越高 但是 跟鱼的情况一样 它也不会因为体型越大 吃进去的海费的量越多 也没有 它这边并没有这样一个情况 另外 这边我们也发现到说海费 它是海贵 它涉入海费的量 就不会影响到它的肥瘦 这边主要是以身体体态指数来显示 就是像像我们人类的DMI 它们的BCI越高代表它越肥壮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说随着海费重 它吃入海费量增加 它就会越瘦 也没看到这样一个情形 另外我们也看到 它也不会影响它的食欲 所以这跟我们原来的海费 是有点意外的不太符合 因为大家会以为说 吃进去这些海费越多 会让我有假性饱足 那我就吃不下东西 就会越消瘦 结果在我们的这些收容海贵里面 并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况 可能是我们的药本素不够多 或者真的我们平常想的那个迷思 并不是很常出现 它们只要能够拉出来就没事 但是最后面有趣的是 我们拿每一只海贵 总共是绿西贵 我们只能看绿西贵 因为每一种海贵不同的物种 它的生理状况条件 协减的情况可能很不一样 所以我们这边只看绿西贵 结果我们拿每一只海贵 它的这些排出垃圾的量 去跟它的53项的协减资料 一个一个去做相关分析 你总共只看总共发现有这几项是有 显著相关的 那发现到说你的 摄入的海费量越高 它可能会造成代谢性酸中毒 就是血液的酸减值越低 然后另外 这个血液尿素蛋反映的是 它可能有脱水的现象 另外这个碱性磷酸酶 反映出来是可能肠胃道有受损 那另外它血液当中 绿离子跟钾离子也代表 它可能跟脱水现象是有一些 显著相关有相关的趋势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 这个海贵的研究里面所发现 那我们刚才讲到 我们做法完成了有 跟大家报告有沙滩的 有鱼的跟海贵的研究 那事实上我们还有在实验室里面 去做比较是实验室里面 设计性的研究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用看白虾 来当做一个海洋 虾类无脊椎底漆 甲格类的模式物种 我们看纤维 环境当中最常出现的这些纤维 它们会不会摄入 摄入之后在它体内的宿命是什么 以及它有可能会对它造成什么样的 雅致死效应 那我们主要是用行为这个部分来看 那我们除了塑胶纤维之外 我们也比较塑胶纤维跟天然的微纤维 对于这个白虾的影响 那天然微纤维 我们讲天然的有什么好看 其实海洋当中的这些 microfiber微纤维 几乎有一半是从这种 所谓的天然纤维 就大家如果穿棉的 大家会觉得说比较天然 但是你用量这么大洗衣服 或是什么 还是有很多这些纤维 在环境当中 那我们大家只focus在塑胶纤维 但是对于这些海洋生物来说 你即使是棉的纤维 它还是纤维 还是人造纤维的一部分 所以它有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也是很有趣的 所以我们在这两个研究当中 去探讨这个议题 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今天不是学术的seminar 所以我们就不在这边跟大家多说 那最后在研究的总结 给大家这个take home messages 有什么 第一个微塑胶 它在沙滩上面是无所不在 它基本上到处都有 这个在全世界的研究都一样 你不管怎么做都一定会有 那再来就是海洋鱼类 它吃下微塑胶的情形是非常普遍 这也是文献上都一样 全世界都一样 但是只是程度的多少的问题 有些paper他们做出来的可能 那个preference可能只有四成五成 那在台湾 至少我们在杭州门阳这个地方 从如果是以microplastic microfiber这样的scale来说的话 几乎100% 那这些不管是沙滩 或鱼类的微塑胶数量 都跟人类的活动是很有相关的 那另外海生馆收容的海龟 它全部都有涉入海贝的情形 那从鞋碱的结果来看 它可能会对健康有不良的影响 但这个不代表它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就跟大家去做健康检查 当你看到鞋碱的数字上有红字的时候 他可能会跟你说 你可能要什么多运动 你可能什么要少吃一点 你可能要干嘛 那些基本上对你都有好处 但它不一定是你的鞋碱有红字的原因 这个是我们说 你在做相关性的研究的结果 你不能够一定 它就保证有因果的那个关系 这不一定 这还需要更深的研究 但是海龟的研究比较麻烦 你不能够直接去做操作性的研究去证实 你不能去强喂它吃塑胶 要看它会怎么样 不行 那个是办不到的 那就白虾这部分的研究来说 我们简单跟大家讲 它白虾会吃进去这些微纤维 那它吃进去微纤维 它不会改变纤维尺寸跟形态 然后它也不会随着时间累积 它大概在24小时之内就几乎全部排光 那境外在对它的健康也没有造成很明显的影响 这样看起来 不管是鱼或者是虾子 这些微塑胶只要它能够排得出去 对它的健康似乎都不是很大的影响 这个时候你就要问了很多人就问说 微塑胶对于我们人有没有什么影响啊 其实没有相关的研究 那我常常会犯开玩笑的回答说 只要你没有便秘的问题 大概都不会太严重 所以你应该不会吃太多的微塑胶 然后大概也都会随着你的排便排出去 但是这个研究很少很少很少 对人的健康的影响 基本上我相信这个data是没有的 所以这个我没有定论 这个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那你看最后一点就是 涉入海费对海洋生物健康的影响 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去评估 这个是我们科学家常常在 论文的最后一句会放的东西 看起来很不负责任 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未知的还太多 所以我们必须要做更多的研究 那so far已经讲了大概47分钟了 那最后其实如果提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下课 但是这样是很不负责的事情 我们讲了这么多研究的东西 所以到底怎么样就是so what 所以常常我们会想 常常说我们做这种塑胶的海费的这些议题 讲完了大家也都知道它是个问题 也都很清楚 但是呢然后呢 好这个时候就是比较是人的问题了 这接下来的 接下来的大概再给我5分钟左右 比较就nothing about science 跟科学就比较没有关系 我们来看看这个 这个就是在你在海滩上面 你很容易看到的沙滩上面的垃圾 塑胶垃圾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什么 宝特瓶对不对 牙刷叉子瓶盖等等 这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容易出现 然后这个是我们生活当中不会用 这个是浙江符子 是渔网上面的符具 所以这边这张图涵盖了我们人类 日常生活当中会有的东西 以及渔业废弃物都在这个地方里面 甚至这里面还藏了一个明星在里面 大家有看到 一位插旗先生在这个地方 Forky 这个玩具总动员的Forky 就躺在这里 他在店里面 他是就是插池这一类的东西 他是我们的餐具 那他怎么会躺在沙滩上呢 就是因为不当的那个处置跟废弃 他最后躺在沙滩 他可能还去海里面绕了一圈仔 才会来 那你说他会在这边躺多久 不知道 但他可以在这个环境当中 保持这个样子很久 那他最后会碎成碎片 但是也只是碎成更小的更多的 Forky的碎片而已 他不会消失 那我们常会讲到说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 很多人会问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克服解决 采费这些塑胶的问题 我们常常会做像recycling 回收还有cleaning 浸滩这些事情 其实这些都是比较后端的工作 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 回收当然很重要 能够让我们的废出减少 浸滩重不重要很重要 它可以让被浸的那些沙滩 很快的时间恢复他的赶紧的状态 并且参与这些浸滩的人们 他们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很深刻的感受到 我们人类对于环境的破坏 但是如果以我们人类制造问题的尺度 的那个严重程度比起来的话 我们不管怎么做回收 不管怎么做浸滩 其实都是杯水车型 这个是效率的问题 都是好事 但是它不是解决问题的真正的根源的办法 比方说我们常常讲的回收回收 那大家来看看 以海费来说的话 一旦它变成海费了 不管是海漂或者浸滩 或者在海底拉回来的 或者是岸边的垃圾桶 在2020年的时候 总共全台湾清了有数据的 多少 一万五千多顿的海费 其中能够回收的只有7%而已 绝大部分 93%它都是不可回收的 不管是技术上不可回收 还是经济上面 economically不可回收 它其实超过9成 所以它其实是没有经济效益 你也而且这还只是岸上 或是海底 我们少数能够被清理到 那些在整个大洋 整个海底海面上面 比方说太平洋垃圾袋 那个基本上是清不到的 所以要靠清理clean up 来解决塑胶的问题 那是不切实际的 它可以带出理念 它可以对于local可能有显著影响 但对整体全球 如果我们从globally全球的角度来看 那是蛮不屑实际的 那怎么样能够解决塑胶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源头管理 要能够从源头去减量才是最重要 就像刚才的那一个图 就是这个水龙头一直在流 真正要解决的是把这个水龙头转小 甚至关掉 但是讲很简单 这个关掉意思就是大家都不要用塑胶 这个其实是讲起来最简单 但是其实在实际上做起来是最不太可行的方法 就是至少在民主国家 那不是你能够一句话就能够解决的事情 可以像这个能够真正的能够去 比较大尺度的去影响到塑胶的影响 塑胶对环境的危害 它其实是从政策开始 所以像立法院这边你就可以查到 法治局对于塑胶 海洋塑胶废弃物 它的法治问题的延新 它从法律面来说的话 可以所牵涉的法律 包括废弃物管理法 海洋污染防治法 跟环境教育法等等 有些是直接的 有些是间接的 这些可能在一般我们在解决 海费问题的时候 可能不太会去想到的事情 但是真正最有效的 能够影响到 这种环境的议题 常常其实常常是政策 Policy 在国外的一些民间团体 或者是学术单位 他们所做出来的研究 其实也是这样建议 就是政府它的政策 它的Policy 其实是所有的 目前有的工具里面 它其实是最有力量 most powerful的tool 那这个海费 如果我们看要怎么去解决 很简单的概念来看 其实就是工部门政府 以及民间还有学术界 我们是在学术界这个地方 我们如何去一起共同的 来克服海费的问题 刚才讲到工部门它有公权力 它有资源 它有钱 它有预算 它甚至有它的原力 它可以去做这个事情 那我们学术界有什么 我们学术界什么都没有 我们只有脑袋而已 所以我们可以提供的是这个science 我们连钱都没有 我们钱要去跟工部门要 或者是跟民间要 这两支箭头 这个箭头看起来很像伸手要钱的手 其实事实上是 我们没有资源 但是我们有的是我们的专业 所以我一直在讲 学术界我们能够做的是 我们要提供science 我们要提供这种 有确实的科学证据来当做 减缩还有克服海费问题的这些工具 那另外除了我们的科学研究之外 科学研究的时候是有点硬 我刚刚讲的那些东西 可能对很多人来说都已经有点深硬 那除了这些学术的data之外 我们还有什么 我们还有教育 就是we can save the ocean through education 我们可以藉由教育来救海洋 那怎么样做教育 我们可以去到依海生馆来说 我们可以办很多的讲座 我们可以不管是让学生到我们海生馆 或者是我们走出去 我们到学校里面针对这些小学 针对这些中学去影响他们 甚至一般的民众 我们可以透过演讲的方式 透过讲座的方式 包括像今天 我不知道目前线上有47人 那这些里面可能各式各样的身份 背景都有 如果有学校里面的老师 如果有一般的 我们不要讲老百姓 对不对 不能这样讲 一般的民众 可能对于这个议题不是很了解 但经过今天的座谈 今天我们线上的这样一个活动 如果能够将一些东西留在大家的心中 能够带出去 那其实它就是一个能够发挥影响力的种子 那另外进入工商服务时间 我们海生馆还跟海保署合作 在海保署的经费支持下 我们有出了绘本 那这个绘本海漂多载 它其实能够接触到的年龄层就更小 我们可以从更小 可能甚至学龄前 或者是小学低年级的 中低年级的这些小朋友 就能够去影响到他们观念 让他们从小就能够有减缩的 这样的一个观念 那这样长大之后可能在他们个人 能够做到减缩的动力上就会比较高 或者他们要支持政府做减缩的这个政策 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方便性的时候 就会能够支持 像听说7月开始大家去到饮料店 你是没有办法去用本子 不会有那个保特 不是保特品 不能够有保力龙的杯子 这就是一个进步 好之前禁用洗管 这也是一种进步 那这都需要民众的支持 毕竟我们是民主国家 那我们个人能够做到什么 刚才讲到说政策 政策那是政府弄出来 那还是要人民的支持 那我们没有办法去什么 刚刚渔业的渔网废秀那部分 可能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有着力的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issue 今天时间不够我们不讲这个 那我们一般人 我们在生活当中 我们可以做到什么样子 主要是这些refuse reduce reduce and recycle 我们可以拒绝不必要的用品 然后并且尽量这些塑胶用品 能够尽量的重复使用 塑胶它其实特性 当初发明出来 就是因为它便宜又耐用 所以它其实当初设计 还不是给大家做一次性使用 是要给大家能够重复使用 但是实在是太便宜 就变成大家走中 把它弄成一次性的使用 另外能够尽量的减少 然后弱势会收 这是我们个人能够做到 这是个人能够做到 那最后就是 这个是老生常谈 这个就是Noah 他们的那个一张图片 他这边写了什么 他这边写了 Marine debris is everyone's problem 这个有点被遮到 被这个塑胶火箭遮到 海费 海洋废弃物是每一个人的问题 每一个人的issue 每一个人的责任 所以每一个人 我们当然都知道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做 就是支持政府 支持学界 然后从自己手上开始做起 包括各位今天出现在这个地方 能够再听这样的议题 我相信大家都是对这个议题是有兴趣的 所以也相信各位都是比较 会在这个议题上着力的 然后试着能够影响你身边的人 不管是你的孩子 你的学生 你的朋友 你的家人 你的爸妈 越讲越恐怖 你的上司 能够发挥你的影响力 就尽量让我们的海能够更好 那今天非常谢谢大家 在这个地方 跟我一起共同度过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们接下来就可能会有一些Q&A的时间 那我是被告知这一场演讲是没有主持人 没有主持人 没有主持人 也没有演讲 所以 接下来就是一整个单口相声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旁边留言 目前好像是没有留言 就是有什么问题可能可以提出来 那我们可以在这边有一个讨论 好 现在 好 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目前看起来好像造成海洋生物死亡因素余距 比这些塑胶废出更严重 那处理废弃余距迫性 是不是比这个塑胶废出来的更迫切 其实是 就是说 就我们来看的话 其实都很重要 但是他能够施力的那个 他能够施力的角度不一样 所以我刚才讲到这个几个 大家再用力都没有办法解决 废弃余距的问题 对不对 我不管我即使过着 我个人过着完全没有用到塑胶的生活 我一样没有办法解决余距 余距真的要正乎 然后并且还要业者一起来配合 那现在余距 刚才我们讲到他会变成 ghost gear 或者是ghost net 所谓的幽灵余距 也就是说他一旦被废弃 不管是不小心的意外或者是故意的 废弃之后你就没办法去究责 你根本不知道这个网剧是谁的 所以现在可以做的是 政府其实也开始在做 就是余距实灵制 不是我们去那个 那个便利商店去扫什么实灵制 就是说他要想办法 让这些余距上面能够标示出来 你是哪一艘渔船用的余距 然后你一旦在野外发现的时候 他可能不会直接去罚你 因为直接罚你 他们可能就会造成什么样的 anyway 就是他们要能够 能够追到你这个余网是谁的 然后呢 之后到时候可能会请你负担一些 请你的这些责任等等 那这个时候就当你知道 这个网剧是谁的的时候 你才能够进一步做下面的管理 国外已经有在做 但台湾其实也开始 那这个就比较会是 海包署 渔业署那个地方 他们必须要去跟渔民那个部分 去努力 那比较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做 但是我们一般人可以怎么影响 好歹我们是民主国家对不对 所以当政府在推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选票来支持 那今天如果你是被管制的渔民 你不太高兴 你可能也会用那个选票来抵制 这个就是我们美好的民主社会 这个没有办法 但是就是大家可以好好的这样来做 好 然后我们再来 也有一位 Jessica 越来越像那个网红了 Jessica小姐提到说 真希望海洋环境保护 可以落实在12年国家当中 是 这很重要 就是说如果可以落实在教育里面 不管是什么东西 环境教育 今天我们讲的是海费 甚至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议题 我们还可以讲食欲教育 这些东西 他其实都应该要落实在我们的教育当中 特别是国民教育 小时候的小安排天真的时候 比较容易被洗脑 不是 就比较容易被影响 所以你在这个时候 好好教育他们 长大就能够成为我们想要的好青年 和好国民 好 再来请问如果发现海洋 比方说海龟真的是因为吃了海肺或治病 那有没有有效的治疗方式呢 好 我们现在就来扣号我们的兽医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线上 就是他能不能治疗呢 应该是可以 就是最糟就是手术 但我们通常不太这么做 我们有发现到过 可能不是海肺 但是有被那个鱼勾勾到的 那个咽喉的海龟 我们是有办法用做手术去把它取出来 今天如果是吃了塑胶 然后在他的肠道里面 我们通常就是等他拉出来 我们就是等他拉出来 不太会去做那种很侵入性的治疗 OK 好 所以差不多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那今天很高兴能够有这个时间 跟大家分享这个议题 那我们接下来应该是我们定期 好像是每隔周的礼拜二下午 海生馆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议题 那我们前面还有我们颜老师 还有我们的馆内的李欣老师 在做分享都非常精彩 那我们以后相信也都有很多 很精彩的这些演讲 那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 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给我们海生馆支持 来一起吸收薪资 谢谢 谢谢大家 那我们就下线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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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